這個根號 x 加根號 y 等於 1 它的圖形大概長得像這樣子 那麼 x 等於 0 y 等於 0 就 x 軸 y 軸 它所為的區域面積就是第一項線這邊 我們找它的行星的話 第一個動作 首先這個根號 x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對 x 積分 所以這個根號 x 加根號 y 等於 1 你必須要把這個 x 的函數表達出來 所以根號 y 它就是 1 減根號 x 那兩邊同時把它平放以後 這個 y 它就等於 1 減根號 x 那你把它全部拆了之後 這個 y 它就是 a 減掉 2ab 再加上 b 平方 再加 b 平方 那這個就是我們被積分的這條曲線 這個函數 接下來第二個步驟 因為行星牽涉到這個面積 所以我們把它下去積分 那麼以這一題來說呢 它就是從 0 積分到 1 把 1 減掉 2 倍 更號 x 再加 x 下去做積分 那麼這個積分呢 x 積分 1 對積分 意思 1 次方積分就變成 2 次方 然後剎下線呢是 0 到 1 那同學這個計算過程 我們就不再想數了 那它這個計算出來呢 它是 1 六分之 1 這個面積是 1 六分之 1 好 那接下來呢 第三個步驟 我們來計算這個 y 軸的例句 那這個 y 軸的例句呢 它的公式呢是 x 乘以 y 在底 x 那以這一題來說 就是從 0 積分到 1 然後你把 x 乘以這個 y y 就是 1 減 2 更號 x 再加上 x 好 那這個積分呢 你必須要把它全部乘開 乘開就變成 x 減掉 2 倍的 這個 x 的 1 次方 你給它乘上 x 的 2 分之 1 次方 就變成 2 分之 3 次方 然後乘到第三項 它就變成 x 平方 變 x 平方 那所以呢 我們乘開以後啊 就可以積分了 第一項積分 2 次方 除以 2 第二項積分變成 2 分之 2 x 的 2 分之 5 次方 那麼第三項積分呢 2 次方積分 3 次方 這 0 到 1 那這個計算過程呢 我們也略過去了 那它計算出來呢 是 1 3 分之 1 30 分之 1 那所以呢我們就知道呢 這個 行星齁 x 座標呢 就是 把這兩個項除齁 那這個 1 6 分之 1 上面是 1 3 分之 1 所以 月份以後呢 它就變成 1 5 分之 1 那這是行星的 x 座標 接下來呢 計算 y 座標 你要下去計算對 x 軸的例句 那這個例句呢 就是 就是 把 1 2 分之 1 y 座標 下去計算 那以這題來說 它就是 由 0 到 1 做計算 把 1 2 分之 1 把這個 y 座 y 換成 這個 1 減掉 2 倍 更號 x 再加 x 好 把這個式子下去 把它平方 把它平方下去做計分 就在這邊 好 這個 y 是 1 減 2 更號 x 再加 x 平方 好 好 那 這邊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 這個 這個 這一項 如果你用這三項下去平方 這個會很麻煩 所以呢 我們還是把它再處理成 這個 1 減 更號 x 的平方 好 因為當初這個 y 好 當初這個 y 就是 在這邊 y 就是這個式子 你可以帶這個式子 下去計算它的面積 那我們也可以帶這個式子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 所以它變成呢 1 減 更號 x 它的平方 然後 再給它平方 所以這邊呢 實際上呢 是 2 分之 1 0到 1 然後這邊是 1 減 更號 x 的 四次方 四次方 好 然後呢 我們用這個四次方的公式 下去把它給拆了 這樣會比較方便 好 好 當然你要用二次方公式猜也可以的 好 不過這邊有三項 好 那四次方的公式 我們把它這邊寫一下 這個 A 好 加上 B 的四次方 好 它就是 A 的四次方 好 再加上呢 再加上呢 這個 4 A 的 三次方 B 好 再加上 6 A 平方 B 平方 再加 4 A B 三次 好 再加上 B 的四次 好 因為它的係數啊 1 4 6 4 1 1 4 6 4 1 那如果是減的話 它就變成了 這個 一陣一負了 就 A 的四次 減掉 4 A 三次 B 好 再加 6 A 平方 B 平方 再減掉 4 A B 的三次 好 然後再加上呢 B 的四次 好 這個是 四次方 猜公式 好 那以這題來說的話呢 它這個 A 是 1 好 B 是 更好 X 好 那所以呢 A 的四次方 是 1 好 然後減掉 4 倍的 這個 A 三次 B 就是 更好 X 好 然後再加上呢 6 倍的 好 A 平方 B 平方 就是 X 好 然後再減掉 4 倍的 好 A 然後 B 的三次 B 的三次呢 就變成 X 的二分之三次了 然後我們再加上呢 B 的四次 更好 X 呢 你把它四次方以後呢 就變成 X 的平方了 變成 X 平方 好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 像這樣子的一個式子 像這樣一個式子 然後呢 你就可以下去積分了 那積分以後呢 這個 E 對 X 積分就 X 好 好 減四 這個 2 分之 1 次積分 變成 2 分之 2 X 的 2 分之 3 次 好 那 6 X 積分變 3 X 平方 再減掉呢 4抄下來 2 分之 3 次積分 變成 2 分之 2 好 然後這個 X 平方 積分 3 分之 X 的 3 次 好 好 剩下線呢 是 0 到 1 剩下線是 0 到 1 剩下線是 0 到 1 那這個做出來呢 好 它是多少呢 它是 呃 2 分之 1 乘上 好 我們把這個做一下 它變成 1 減掉呢 3 分之 8 再加 3 再減掉 5分之 8 再加上 3 分之 1 加3 分之 1 3 分之 7 下線 下線 帶它去通都是 0 好 所以這邊呢 我們就得到呢 它變成 2 分之 1 乘余 這個 1加3 就變成 4 4再減掉 這個 這邊是 4 這邊是 4 減掉 3分之 8 再減掉 這個 5分之 8 所以通分以後 我們就得到呢 這邊是 15分之 60 減掉呢 這乘5 57 35 再減掉呢 這個乘3 乘8 24 所以它就變成了 呃 60 減掉59 就是 1 所以它這邊算出來是 30分之 1 30分之 1 好 那這個 30分之 1的 式子出來之後呢 這個 行星的 Y 座標 它就是 A分之呢 MX 那麼 這個 A 剛才算出來呢 是 6分之 1 那這個 MX 算出來是 30分之 1 好 所以我們 約分以下呢 就變成了 30分之 6 也就是 50分 30分之 6 也就是 5分之 1 也就是 5分之 1 好 所以這一題呢 它最後呢 這個 答案 這個行星呢 就是 位於呢 這個 5分之 1 5分之 1 這邊 5分之 1 5分之 1 這邊